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你干什么这么厉害 吓着孩子 你干什么 知道吗 今天张成吉朝我开枪了 差一点就打死我 走 宝宝 我们进屋玩会儿 别关门 没关门 没关门 你干什么这么厉害 你和张成吉有气 你翻不着朝我发呀 是吗 我今天和张成吉枪口相对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你 我现在看见你 我又想到了他 为什么 这些日子 我根本就没有见他 那你忘得了他吗 如果我今天被打死了 你是不是又要投入他的怀抱了 你要跟他一起生活 跟他一起吃喝拉撒等等 对不对 你今天这次怎么了 我还给你准备一箱计查我傻吗 你今天这次怎么了 我还给你准备一箱计查我傻吗 你今天这次怎么了 我还给你准备用 你准备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 我还是要用你 走 我看你准备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 我来说 你没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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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孙悦泽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他打着南京特派的旗号 简直是胡左肺位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叛徒 他不过就是共产党一个叛徒而已 被我们利用啊 孙悦泽在对付共产党上 倒很坚决 叛徒都是这样 他 他只有这样做 才能讨好新主任 我就是要利用他这一点 还有那个特别行动大队的大队长 秦队长 表面上看挺会溜血拍马的 可实际上这种人 就会敢卖主求荣的事 知道麻主任为什么自杀吗 都跟他有关呢 我倒是有过一些耳闻 先生 你好 这要理发是吗 这 这边请 来 孙悦泽会长也来我的店里发了 我记得你说过 你不是不怕死吗 怎么 一惊一乍的 我怕什么呀 门口都是我手下 又在我机关的港厅附近 况且我怕你干什么呀 既然这里很安全 你就安心在这里发吧 那把这些衣服啊 auer 我看你给我了 是个安心 我crofe 你先看我早上好 你可不得我 你毋up 我这里有一份绝密情报 中共中央特派员 马上就要来武汉了 南京方面命令我们 利用这个机会 将中共特派员和湖北省委 一网打击 这是大事啊 科长有什么要求 根据这份情报 制定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给我 好 另外 这次行动 你要和孙叶泽 秦大队长共同完成 我希望你 把个人医院抛在一边 把完成任务放在第一位 你不是常说 要为党国下劳吗 现在 就是你展示才华和能力的大好事情 感谢科长对我的信任 没什么事 你下去吧 是 这是一个很糟的 刘洛 刘洛 遭遭遭遭遭遭 马上要她怎么回来 好啊 这边请 老彭一见面 过去的事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我也如此 人真是个很奇怪的动物 是啊 世界上充满了打打杀杀 到处充满了血腥和仇恨 但唯独男人和女人之间 真的有那么一丝温情存在 你觉得 我又想起 你离开衡阳时说的那些话 多久了 我还记得 我那个时候还挺有激情的 现在的激情没有了吗 我走的路注定是不会有激情的 不过今天能在这儿跟你说说话聊聊天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很久也没这么轻松过了 躲避雪宇兴风 是人的本能 说得好 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个奇异的女子 多谢夸奖 能请你吃个饭吗 好啊 什么时间 你想在哪儿吃啊 我还吃西餐 你吃西餐 你要是真想请我 我们去玫瑰西餐饮 下午一点 不见不散 好 谢谢你的奶茶 是 给我把这个店的女老板盯好 她去哪儿立即向我们报告 是 走 你干吗呀 你跟我走 有什么事你在这儿问 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进去 这都什么时候 你刚刚和孙业泽枪口对枪口 居然还敢在这儿开店 你找死啊 他看见开枪的是我了吗 当时啊 他已经吓得屁股尿流了 你以为他忍不出来 你这是在玩火知道吗 哥 别生气了 你的话我听还不行 不管孙业泽认没认出我 今天晚上呀 我把店员遣散 明天就关门 我把店员遣散 这总可以吧 我这儿离开危险 以后你不能再来了 哥 我都听你的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样看着我呀 就照我说的办理 是 是 怎么回来呢 我们已经跟到了地方 在哪里 张副主任的住所 是吗 今天我的上司找我谈话了 表面上信任我 可我知道她说的没一句话是真的 这我都习惯了 可是我的妹妹 对我也不说实话 我很难过 我想让我说实话 你想让我说什么 你答应我撤电 一定是约到孙业泽 告诉我 你们在哪儿见面 这个我确实不能说 不说也没关系 不说也没关系 我能知道孙业泽在哪儿 哥 这件事你别往里仓活 我现在就送你出去 我有车 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走 走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小姐 您好 请问您要点什么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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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副主任 起来吧 我请求马上调回南京 我在这里已经彻底暴露了 共产党四处追捕我 我根本不可能 完成我的特殊使命 我不这么敢 相反我倒是觉得 现在正是你完成 这个特殊使命的最佳时机 你不是说过吗 南京给你的命令 就是让你通过 与贺云飞的联络关系 抓住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我跟贺云飞的线已经断了 这不重要 关键是你了解共党的内幕 我告诉你 南京发来了密电 中共中央特派员 正在来武汉的路上 他们来得太晚了 孙副主任 你现在的情绪 我很不喜欢 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 另外我还可以跟你一个承诺 只要你抓住中共特派员 我可以亲自为你向南京请过 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好 我听你呢 张副主任 那天你跑到西餐厅去干什么 去餐厅还能干什么 吃饭呢 我有证据 我完全可以把妙龄抓起来 你赶紧去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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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上报科长 你和他串通一气 你逃不掉前连 咱俩的关系是秃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 我不怕你诬陷我 大不了我死 你也别想活着 别以为我怕你 你不怕吗 你别逼我 你也别逼我 孙副主任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稀颂过 我想听我能让你这样 有这个人 关于我 你不怕你 也不怕你 我哭 你有那个人 говорит 我不怕我 那你不怕我 不怕你 想喝 你 fantasy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 进来 明翰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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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我一接了通知就在想 贺云飞会派谁来接我 我把所有的人头都想了一遍 可就是没想到是你 是啊 因为你这个眼镜啊 太惹人注目了 来 快坐 坐 郑夏军同志还好吗 他在我衡阳的老家 和我母亲住在一块 还替我生了一个 漂亮的姑娘 好啊 又下一代了 是啊 我还是先汇报工作吧 不着急 来 先喝口水 武汉的形势十分地紧张 好 敌人啊 在马桶 车站以及货运马桶 都安置了军警 盘查十分地严 贺云飞同志啊 给我意见 让我和您商量一下 能不能除了武汉之外 另外找一些 能够向你汇报工作的地方 这样不好 会烦恼很多人 万一被敌人察觉 反而会更危险 我们是为了特派运的安全 而着想的 武汉就那么森严壁垒啊 你夏明汉出得来进得去 我就不相信我李渭汉不行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态度 所以啊 我还有另外一套方案 向你汇报 说说看 我跟商会商量过 坐他们的货船进武汉 不过不在货运码头停船 而是啊 中途换乘小渔船 只要进了武汉 我们想在哪儿下船 就得听我们的 这个办法好 安全布好了啊 布了 放心吧 我还多给力气 你干吗多给啊 我怕他多嘴 以后惹麻烦 你为什么自作重症 你这样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米罕 这样也好 咱们还是快赶路吧 走 走吧 咱们工作吧 好 你们慢聊 你们给中央打的报告 中央已经收到了 中央领导同志派我来 再了解一下情况 你们谁先讲 明汉总之先说吧 好 为了组织这次年冠暴动啊 贺云飞同志 以及方淼同志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布侵武汉 及其周边各个县 陈镇的党组织 都做了相应的部署 这次暴动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缺少武器 方淼同志 就是在一次搞武器的行动中 牺牲了 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敌人察觉到我们暴动的意图后啊 也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 武汉及其周边的 各个城镇的党组织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所以我认为啊 这次暴动的条件并不成熟 盲目地在城市里 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只会暴露我们的组织 带来更大的牺牲 明汉同志 反映的是护卫的实际情况 现在 下面的同志有两种情绪 一准是急遇暴动 为死难的类似报仇 异种是为棋义的前景担忧 湖北深尉有什么意见 我和明汉同志认为 现在棋义的条件并不成熟 暴动要打击的目标 和暴动后的出路都不明确 所以 是否取消年冠暴动 我们等待中央的决定 湖北深尉的想法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与中央的决定也是一致的 我代表中央 同意学校年冠暴动 中央的决定 请你们迅速传到各级党组织 把工作的重点 放在恢复与巩固党的组织上 秘密发展武装力量 配合金刚战争的斗争 好 你好 先生 我需要帮助 当然 怎么了 刚才酒店管事已经接到 巡谱房的通知 要把住店旅客的情况 报告上去 还有 武汉当局已经封锁了租借的出口 要盘查每一个进出出口的人员 好 先生 您好 宾馆外边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游卦 请客人保护好您的贵重物品 以免丢失 请您多加小息 你好 您好 我想透支 这里不安全了 我们赶紧收拾一下 立刻离开这里 好 您好 我们要去哪里 去湖南会馆 我通过商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现在的身份 是湖南的一个茶商 来 车在这儿 您好 您好 上车吧 请 好 请 郑姐 这里面是什么人 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进去关闲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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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下一条命令 他要听我的指挥 也可以 有多少天的几分就最吹 吹吹吹吹吹 你知道今日的脚上 有多少气荒滴泪 你想想对对对 有位小姐想见你 就在那边 小姐 您找我 小姐 你的歌声太美妙了 小姐过奖了 谢谢 您可真大方 怎么是你 家美 该说的我都说了 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孙悦泽了 他罪行累累 卓之一就是被他亲手打死的 我和张成吉亲眼看见了 我知道 他早晚会干出这种事的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也希望你能够尽快离开他 我 我还有个女儿呀 别担心 我们会保证你和女儿的安全 你们之间别人是不了解 但我是最清楚的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控制你 威胁你 摧残你 他远不如张成吉真诚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想知道孙悦泽的下落 他要去南京 明天就走 那他住在哪里 这个我真不知道 他从来就没告诉过我 那他走之前会不会来找你 他说明天下午来见我 他要离开武汉了 留给我和孩子点钱喽 家伟 这对你来说是件大事情 是你人生的抉择 想要拿定主意 你必须坚决 对了 我们来找你的这件事情 你千万不能告诉孙悦泽 这关系到你的安全 这个我懂 别怕 科长写的命令 看到了吧 只要你听我的安排 我就一定能帮你 除掉夏敏罕 你不想要 不要招了 需要你招待 然后 necess者 郑或者说 就这样 不然 你继续 这么快 我已经请稳定路 不再拍了 因为战满 我就可以 我平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定能除掉夏敏翰 一日凌晨 国民党当局依据孙岳泽提供的名单 开始对其所控制的共产党员 进行突击抓捕 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他动手 你们在门口我看好了 是 老师 你们怎么抓人呢 他把一起和他有过联系的人赶紧杀绝 孩子他们来 千万记住 别散了买卖 把孩子养大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公共不是共产党 已经都不是了 你们 公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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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情况有变 我们一定要赶在孙岳泽之前 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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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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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行 她是她就 except 姜美 我一定会杀死 你简直的话 咱们去医院走 别管我 别管我 快去救咱们的孩子 快了 咱们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北亚是你和我的女儿 我不敢告诉你 岁月策早就记忆心了 成亲 快了 咱们的孩子 抓走 你 江眉 你再坚持一会儿 江眉